遠近進入飯前家中發現房間裡堆藏滿滿香菸 三月九號半夜兩點多 他來到燕朝這處檳榔灘附近四處觀望 確定店裡沒人之後破壞門窗潛入 業者心有餘悸慶幸幸還好當晚沒跟嫌犯遇上 否則偷便搶 恐怕會受傷 但店家玻璃門被敲破 現在只能先用膠帶黏起來 業者也說原本店裡沒有任何防盜設備 現在決定要裝了 警方在嫌犯家中起出六百九十三包的香菸及破壞 賣錢 油壓檢 扳手 鐵敲等法案工具 懷疑嫌犯可能把香菸比市價低一到兩成的價格 再囂張到他處的檳榔攤 雜貨店或小吃店 藉此做無本生意 實際的囂張管道 警方將持續稽查 靜新聞 李一清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